焦河鲜明后代血脉的延续 是现实版的焦河家园 威吾尔古村景点就要到了 有下车参观的游客 请坐好下车准备 下车时请注意 不要将随身物品移忘在车上 各位游客 下一个景点是焦河古城 焦河古城 居于雅尔乃茨沟谷环绕的太地上 这是一条河流随地势分流后 由焦汇而形成的天然古地 平面承留业性 最长处约1750米 最宽处约300米 总面积37.6公斤 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 古城的四周崖壁陡峭 最高达30米 是一座天然孤岛 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 焦河地狱已有人类互动 是古代兵家在西域的比征之地 也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要道 焦河古城最初为居师前部都城 西汉时更名为焦河 汉书鲜语传终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